今日经文 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二节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 既已坐下 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涅造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喜 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 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 逼迫他们 愿神赐服她的话语 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行好吗 在天父我们特别把这个时间交托 求主祝福 把主你的话向我们打开 让我们听了 明白了 也能够照着去行 求主 祝福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开始一个新的系列 就是登山宝训的系列 登山宝训是主耶稣 他在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 讲的一篇道 那么这篇道呢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说 它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讲道 那么它主要的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我们内在的生命 非常的重要 而不是呢 用外表去来装出一个属灵的样子 所以就是让我们 不要只是重视外表 而是呢 要让我们重视的是内心 昨天的婚礼 我们都非常受感动 这个我也听到 有不少的宾客 他们都说 哎呀 在这个婚礼当中 特别地感受到神的爱 那所以呢 我们在婚礼里边也为一对的新人 讲了不少祝福的话 这个 那么 当我们讲祝福的话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想过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祝福呢 登山宝训里告诉我们说 这个真正的祝福是什么 所以一开始就讲了八福 八个福记 那为了大家能够方便记忆 我就把这个八福呢 总结成为三段 第一段呢 是神预备我们的心 来接受福音 这个是头四个福记 那么第二段呢 是神预备我们的心 承受神的生命 是第五到第七福 最后一福呢 是神预备我们的心 来经历信仰的考验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八福呢 来分成三段 现在呢 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 好吗 我们先看第一福 第一福呢 是这个 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那我特意的把英文呢 也放在这里 说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在这里呢 虚心的人是什么人呢 是原来就是那些 觉得能感觉到 自己心灵里边贫穷的人 所以当一个人的心 预备好接受福音的时候 他就知道原来 哎呀我的心里 有这么贫穷吗 神创造人的时候 本来呢 让人跟神 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非常亲密的关系 那个时候的人的心灵里边 是非常的满足的 就好像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里 长大的孩子一样 他一直受到父母的呵护 然而在人类犯罪以后呢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当人离开神 按照自己的行为去行动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人的生活啊 就充满着痛苦 充满着失望 于是呢 人就尝试着用自己的方法 去满足心灵的空虚 那有什么呢 比如说物质享受 权力地位 罪中之乐 繁忙的工作 交际应酬 电视剧 游戏机 手机等等 所以人的空虚的心灵 就想要用所有这些去满足自己 但是当你一直沉迷在这些当中的时候 你就发现原来所有这些都不能够满足 因为呢 神人的心里边真正需要的不是物质的东西 人真正的需要的是谁呢 是神 所以当人愿意转向神的时候 人的心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 所以当中文呢 译成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那个虚心不是原意 而是呢 我们叫做意义 就是意思把理真的意思翻译出来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人 指着人 当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 人才有盼望 举个例子 一个病人 当他病了 然后呢 他会觉得 我需要去看病 或者说 他觉得 我没病 虽然他有病 他说我没有病 那么两个人 哪一个有盼望呢 承认自己有病的人 才有盼望 对不对 也就是当我们愿意把骄傲放下来 愿意谦卑的时候 我们的人才会有希望 自从上个就是六月底 我们的福音主日 那一个主日开始呢 我就发现神一直在做工 然后一直 差不多每个礼拜 都有人陆续地决志信主 所以呢 我们真的觉得是非常感恩的事情 我们就想 这个都是神的工作 原来神 当神在人心里工作的时候 那么人把骄傲的心 放下来的时候 人就愿意来听福音 愿意信主了 圣经人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一个虚心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呢 天国是他们的 天国是为了那些 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 愿意承认自己是 邻里的贫穷的人 这样的人 天国是为他们预备的 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福气 好吗 那么第二个福呢 是说 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哀动呢 这个在英文里面 那个mourn mourn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 家里面有丧事的时候 那么家里有亲人过世的时候 你非常的悲痛 这样子的人 你说哎呀 怎么会家里有 伤势 有悲痛的人 还成为有福的人呢 这个好像有一点 这个 讲得不对 不合理 但是 但是在这里呢 实际上是讲到 灵里边 感觉到自己伤痛的人 当他的心 知道自己 在灵里边有需要 非常贫穷的时候 他为这种的贫穷 去伤痛的时候 这些的人就有福了 我们发现呢 原来在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人总是愿意用自己的方法 去来奋斗 对不对 你遇到困难 第一件事想什么 我爸认识什么人 我妈认识什么人 赶快去找人 或者你生病的时候怎么样 说我认识一个最高级的医生 来帮我治病 对不对 然后人一直都会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 但是有一天 你发现 你自己的方法 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 还不能解决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你会来找耶稣 对吗 在圣经里记载了一个人 他呢 得了十二年的血漏 他看了很多的医生 所有的医生都看遍了 他的病不但没有好 而且呢 更坏了 于是呢 有一天他看到了耶稣 他说 哎呀 我要来求耶稣 于是他就摸耶稣的衣裳 结果耶稣怎么样 就医治了他的病 所以今天呢 当我们遇到一些痛苦的时候 我可以这样讲 神 有的时候 也允许一些的痛苦 临到我们的生命 那么借着这些痛苦 他磨练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 可以谦卑下来 于是呢 我们就说 承认说 呀 以前我是一个骄傲的人 现在 我知道 原来靠自己 是不行的 这样呢 我们的心 就被神挽回来了 在这里的 moon 哀痛呢 也是 另外一个意思呢 就是 当我们知道 自己是罪人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 自己的罪 是无可救药的时候 于是呢 我们就愿意悔改 弟兄姊妹 你们有没有悔改过 有吗 什么是真正的悔改呢 真正的悔改是 发现自己有很多问题 然后为自己 这些的问题而悲伤 悲伤到一个地步 真的是 嚎啕大哭 那么这个才是 真正的悔改 在圣经里面 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讲到两个人 一个是瑟利 一个是 法利赛人 那个法利赛人 在圣经里祷告 他怎么说呢 他说神啊 你看我有多好 我呢 这个每个礼拜啊 我都奉献了十分之一 然后呢 我还有规律地祷告 早晨中午晚上 我都祷告了 然后呢 我还很努力地读圣经 你看我多好 然后那个瑟利呢 怎么样 他只讲了一句话 神啊 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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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罪人吧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那个瑟利啊 比那个做了很多 所谓的好事的法利赛人 在神的面前 怎么样 更为有益 为什么呢 因为他愿意 在神的面前谦卑 而那个法利赛人 他虽然做了好事 但是那些好事 并没有让他谦卑 反而让他怎么样 更加的骄傲了 那个 我们再举个例子 圣经里记载有一个 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人 那个人叫做保罗 他在信主之前呢 哇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法利赛人 然后是一个老师 他觉得自己的学问比谁都棒 但是有一天 神就击打他 然后这个戴套信了主 然后他就说 哎呀 原来我发现我真的是一个罪人 他说我想做的 我做不出来 我不想做的 反而我去做了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所以我们看到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真的发现是一个罪人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完全的不一样了 我们这样的心才能够被神所悦纳 所以说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当一个人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 神必赦免他的罪 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们 你们有没有经历过 罪得赦免的平安呢 有哈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 罪得赦免的平安 我觉得 你的信仰可能还有一点问题 因为你 如果你不明白 神是怎么样赦免你的罪的时候 那么 你的信仰是什么呢 只是相信一位好的神 但是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或者一直活在罪的当中 没有去处理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讲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 然后第二是愿意悔改 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的赦免 可以吗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福了 第三福是什么呢 说是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什么是温柔的人啊 你们喜不喜欢做一个温柔的人 喜欢啊 温柔的人多好啊 你觉得你的老公是温柔的人吗 其实温柔是相对来讲就是刚硬 我们信主之前 很多的时候 我们心里是一个什么 刚硬的人 刚硬的人 你就发现呢 你跟他讲福音 怎么讲 他的心里呢 哇 硬得不得了 那是叫做刚硬的人 他怎么也不愿意信主 但是我们也经历过 有人跟我们讲福音 你们信主之前是不是刚硬的人啊 诺人士是不是 我就不信 我就不信 这样子 然后有一天 神用特别的方法 对每个人不一样的 神用一个特别的方法 把你刚硬的心打碎了 然后呢 就给你换一个温柔的心 你说 哦 原来神你这么好啊 于是呢 你就接受了福音 所以就从一个刚硬的人 变成了一个温柔的人 所以你当你的心改变的时候 哎 你就很奇怪 你有没有奇怪过 哎 我以前的心是这么刚硬的 原来 哎呀 我以前 我不明白我以前为什么这么刚硬 原来我的神是这么好的神 原来呢 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 讲了四种的土 还记得吗 一个呢 是撒种的时候 一个是在路旁的 然后一个是前土的 一个是经济的 还有是豪土 撒在路旁的怎么样呢 被飞鸟来 就把它吃掉了 就表明它根本就 那个心是容不下那个福音的 结果就被吃掉了 第二种呢 是前土的 我发现有很多前土 前土呢就是 那个福音的种子一进去 他说哎呀 太好了 我要接受 但是呢 有一点困难 他就说哎呀 我不信了 又去找别的了 所以呢 那个心是浮的 没有根的 第三种是经济的 经济就是被很多东西给捆绑住了 人的心有很多的捆绑 所以呢 虽然福音在里边 但是结不了果子 最后一种是什么 是豪土 豪土呢 当那个种子撒进去的时候 就结果了 所以你们愿意愿意做豪土啊 当你愿意做豪土的时候呢 福音就能够在你的心里面结果了 主耶稣讲过一句话 你们会不会背这句话 我很喜欢这句话 他说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他说我心里怎么样 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你们就必得享安息 我们发现呢 原来主耶稣他的心非常的柔和 然后他也希望我们做一个柔和的人 这样呢 我们心里边就必得享安息 在这里的祝福很有意思 他说他们必承受地土 承受地土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啊 我想了半天 后来终于想通了 那个 我们很多人来澳洲 拼搏 然后拼命赚钱 然后最后就要怎么样 买一块地 然后呢 盖了房子 然后就说 哎呀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原来这块地代表什么 代表安息 代表有了自己的家 那么所以呢 当一个温柔的人 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 神就把一个属灵的家 赐给他了 他就在这个属灵的家里边 得到了安息 然后在旧约的时候呢 神赐给他们一块地 那个地叫什么 叫迦南地 但是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特别是西伯来书告诉我们说 虽然以色列人 进到了神的应许之地 但是却没有在里边 得到真正的安息 那么圣经说 如果他们得到安息 以后就不会再有另外的安息了 原来呢 神借着主耶稣 把真正的安息 赐给了我们 所以呢 一个温柔的人 在主耶稣里边 就承受了属灵的家 今天我们都在这个属灵的家里边 我们都是非常的有福气的人 好 因为今天有圣餐 所以对不起 我讲话比较快一点 因为呢 我怕如果我讲得太慢呢 我们这个讲不完 所以我一直比较快一点地讲 那么你们呢 希望你们可以集中一点精神来听 好吗 我们希望很快把它能够讲完 好 第四个福记 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什么是饥渴慕义的人呢 就是那些一直寻求真理的人 对真理呢 非常渴慕义的人 这个叫做饥渴慕义 饥渴是什么 就是好像你口干了 很想喝水 就好像现在我也很想喝水 那么就是你想喝水的时候 哇有一杯水 你就觉得太棒了 谢谢师母 我是饥渴慕义的人 现在是 饥渴慕义 好 谢谢 那么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他好像渴了很久很久了 然后他说 哎呀我心里很渴 我很想要 这个觉苏在登山宝信最后 他也应许我们 他说寻找的就寻见 扣门的就给他开门 那所以呢当有人饥渴慕义 当他真的发现真理 发现福音的时候 他就哇非常的愿意来接受 而且呢努力地来学习 我非常羡慕这样子的信主的人 因为呢他们本身就有一颗追求的心 然后信主了以后呢 又特别努力地追求来认识真理 但是我也发现 不是每一位弟兄姊妹 都有追求真理的心 有的时候 我在教会里边来推灵修 然后我也推读经 但是呢灵修对有一些弟兄姊妹来讲呢 对不起我用个字 叫苦差事 就是 灵修大家都觉得是很重要的 于是呢 每天我们有灵修的新闻 特别是最近我们在读民述记 这个很苦啊 读民述记 对不对 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民述记 我自己很喜欢读 我读的时候觉得很得意 你读了 你真的有寻求的心的时候 你在读的当中 你就看到神的作为 也听到神的声音 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可目的心的时候 你读起来就觉得 哎呀这个是什么我读不懂 然后你就放弃了 所以呢 求主赐给我们 有饥渴慕意的心 我在想什么叫饥渴慕意 就是 我们看到小 我们后面有很多小朋友 你看到他们吃饭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那个 有些小朋友呢 哇 你吃的时候特别开心的 然后给他多少 他就吃多少 有些小朋友不是 那个 尤其是会跑的那些小朋友 更可怕 就是呢 妈妈追着他 吃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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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跑 然后你就追 终于吃了一口 然后他又跑掉了 然后呢 那个就是 他对那个食物 没有 没有多少的可目 然后呢 你就发现 过了一段时间 两个小朋友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个可目吃饭的那一个呢 就变成一个小胖子 那一个永远跑的那一个呢 永远胖不起来 就是这样 所以呢 如果我们没有一颗 饥渴慕意的心呢 怎么样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会营养不良 所以呢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真正的 愿意追求真理的心 追求真理很重要 因为呢 我们 我发现 我们有的时候 很愿意去看一些 其他的书 听一些 其他的道理 但是呢 当真的读圣经的时候 就没那么有味道了 但是我们要学习 慢慢地 更多地 对圣经 好好地认识来读 因为呢 假如说你看视频 我不是反对看视频 你可以看视频 但有很多的时候 视频里面讲的是 人家消化完的东西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自己看圣经 看懂了 去思想的时候 是神 借着他的话语 亲自向你讲话 真的是不一样的 弟兄姊妹 求主帮助我们 愿意 在神的话语里面 好好地去成长 好了 那么第一段 我们就总结了 有四福 就是 虚心的人 有福了 哀动的人 有福了 温柔的人 有福了 饥渴慕义的人 有福了 对不对 我希望今天讲完了以后 你可以把八福背下来 你就是四 三一这样背 前四福就是 虚心的 哀动的 温柔的 和饥渴慕义的 这四种人呢 都是 神要赐福给他们 让他们明白福音的人 好吗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 神要 预备我们的心 来承受 神的生命了 当一个人接受了福音 成为了神的儿女 那神就要在我们的心里 动工 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 更加地像神 所以 一个像神的生命 才是一个有福的生命 在神创造的时候 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神把他的美好的特性 怎么样 送给了我们 比如说 神是慈爱的神 他也希望我们有爱 神是公义的神 他也让我们心灯有公义 但是呢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圣经说 我们就 亏缺了 神的荣耀 也就是说 我们 把神的形象 给丢掉了 那么 神拯救我们 脱离罪恶 是什么啊 其实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能够 恢复 神的形象 那在这里呢 让我们恢复神的形象 告诉我们说 神是有怜悯 他也希望我们有怜悯 我读一段我非常喜欢的诗篇给你们听 是诗篇103篇 从第八节是这样说的 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代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 报应我们 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 将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 离我们也有多远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 敬畏 他的人 美不美 我希望大家 遇到这些 很美的诗篇的时候 你们可以常常去思想 能够把它背下来 那神怜悯我们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拯救我们 神也盼望 我们有怜悯人的心 主导文怎么说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 免了人的债 那个圣经上讲的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仆人 欠了他主人一千万 然后那个主人有怜悯的心 就赦免了他 后来呢 他看到另外一个同伴 欠了他十两 然后他怎么样 就把那个同伴 抓到监狱里面去了 然后他的同伴 就把他告到主人 主人就说 我刚刚赦免你一千万 你难道就为了十两 就把你的同伴 抓到监狱里面去吗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经历了很多神的怜悯 我们却忘记了 去怜悯其他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心里边 充满了怜悯 当我们愿意怜悯别人的时候 神怎么样 也会怜悯我们 也会怜悯我们 好 第六福了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我其实带 这个弟兄姊妹 查 八福 我在不同的场合带过 都带过 我问过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 在这八福里面 你最羡慕哪一个福气 我发现 选的最多的 就是清新 很多人都觉得 哎呀 我现在 没有一个清新 清新是什么呢 是 pure in heart 说我们的心里边 是那么的单纯 那么的干净 原来呢 在这个世界上 生活清新真的不容易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清新 因为这个世界 太混乱了 太脏了 太多东西 把我们的心 蒙罩了 污染了 那个 我是北京人 北京人你们知道 最有名的是什么吗 就是雾霾 那个雾霾呢 是这个 让我们的心里边 很脏 我的邻居有一个医生 他是外科医生 他说呢 他在北京做手术的时候 打开胸腔 看见里边 他说没有看见过红的肺 所有肺全都是灰的 灰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些雾霾啊 一直都吸进来 吸进来 肺都是灰的 所以他就接纳一个事实 说原来呢 人没有红的肺 因为呢 那个是书本上才有的 这个人都是灰 肺都是灰的 后来 他跟我一样 就移民到了澳大利亚 有一次我见到他 他说呢 我到澳大利亚做手术 第一次看见红的肺 原来呢 我们被污染以后 就怎么样 习以为常了 我们觉得被污染 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原来呢 被污染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红的肺 才是正常的 pure in heart 清新的人 才是正常的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做一个 心里面有很多诡诈的人 心里有很多嫉妒的人 心里有很多仇恨的人 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 求主帮助我们 把这些东西都能够除去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清新的人 好吗 最近我们在读一本灵修的书 叫做 第一次默想就上手 今天呢 是会最后一次来学 如果你没有读这本书呢 我鼓励你去读一读 如果你买了每日活水 你手里边就应该有这本书 如果你没有呢 师母手里还有几本 所以你可以跟师母去买 非常好的一本书 它告诉你怎么样来灵修 灵修是我们亲近神的时间 其实怎么样才能有清新呢 就是你真的亲近神了 你把一切都放下了 你就能够看见神 就能够听见神的声音 说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什么 得见神 你说我怎么能够看见神呢 原来你看不见神是因为 你心里有太多的罪 你心里有太多的不干净的 你心里有太多的捆绑 当你愿意在神的面前 求主把这些除去的时候 你就真的可以看见神 听见神的声音 好 接下来第七符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 他被称为和平之子 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 为了什么 为了让我们与神和好 所以他被称为和平之子 那么当他完成了救恩的时候呢 他也要我们也成为和平之子 也就是把这个和平的福音 能够带给身边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与神和好 让更多的人我们可以彼此的和好 所以你愿意做和平之子吗 那么主耶稣他完成了救恩 已经把这个好消息放在你的手里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随时随时随地的把这个和平的福音 带给你身边的人 让他们能够听见也能够明白 那么最后了 最后一个福气是 为义受逼迫的人 你们觉得受逼迫是福气吗 你们没受过逼迫 你们真的受过逼迫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受逼迫真的不好受 我自己那个年代 是教会受逼迫的年代 我从小聚会 不是像你们在这么公开的场合下 有这么多弟兄姊妹一起 然后牧师给你们讲道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是在家庭里边 关上门 拉上窗帘 小小声地唱诗歌 就怕别人听见 我们经历过这些年代 我们就知道逼迫不容易 但是为什么这里说 受逼迫的人是有福呢 因为 不管是在什么环境里面 当你能够活出神的生命的时候 你就会跟周围的人不一样 你跟周围的人不一样的时候 别人可能就会逼迫你 那么下一次呢 我们的流星雨弟兄是我们的神学生 他就会跟我们分享 做言做光 什么是做言做光呢 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 你才能够做言做光 所以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讲这一篇了 那么这一段我留给星雨下个礼拜 再跟你们分享 看看怎么样 做言做光 不怕别人的逼迫 好吗 那 我们先一起祷告 好吗 在天父我们感谢你 借着八福来 让我们看到 主你所喜悦的心 求主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虚心的人 成为一个哀动的人 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成为一个饥渴慕意的人 让我们的心都能够归向你 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向你 让我们有主的怜悯 让我们有倾心 让我们爱慕和睦 愿意把和平的福音来传给人 求主帮助我们 也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坚守主义的信仰 活出主义的信仰 不怕逼迫 来为主你做见证 求主带领 接下来我们有圣餐的时间 也求主祝福 奉主耶稣祢祷告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